再来看到国内的投票 民进党今天举行党主席 县市党部主委 以及全国党代表的选举投票 先任主席苏贞昌 他一大早就来到党籍所在地投票 而党主席候选人 前主席蔡英文 也在行政院前院长游锡坤的陪同下 到永和国小投票 那党内透露 蔡英文他这一次特地用电话语音 打了7万多通的败票电话 希望可以把支持率给冲到八成 而投票结果在今天下午六点钟 就会公布 跟着党员排排站 依序进入投票所 民进党主席改选 现任主席苏贞昌 一大早就到新庄投票 心情看来不错 一张票一折再折 就怕媒体镜头拍到 回答同样耐人寻味 天气好 请大家都出来投票 刚才主席是把票投给 下一棒想交给谁 苏贞昌停顿了好几秒 仍不松口 而党内执政两位候选人的态势之下 前主席蔡英文作用高人气 渴望顺利回国 在行政院前院长游锡坤陪同之下 蔡英文走进投票所 为了达到八成支持率 蔡英文特地电话语音败票催人气 前一天还在脸书上发文 要大家踩跃投票 电话吹票是一种礼貌 也是一种拜托了 希望我们党员在这个选举的过程中 能够给我最多的鼓励跟支持 有信心得票率超越上一次吗 我们开票以后就知道了 党主席结果下午揭晓 民进党也将在周三完成新就任党主席交接 民进党有望在开启蔡英文时代 不过首要目标还是得先冲高得票率 争取党有认同 有点TV沉面刘一轩 新北市报道